好 今天我也是攒了几个快递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呢 破壁机 我直接先说了吧 破壁机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小的榨汁机 一请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 这是我之前的榨汁杯 就非常小 它的尺寸怎么样 其实体积也蛮小的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可以打豆浆 然后可以破那些豆子什么的 直接抹粉的 现在因为我们也想调理身体 就想吃一些营养健康的东西 我想喝一些稀的 你看它这个食谱上都能做什么 很丰富 紫薯山药豆浆 什么燕麦红豆浆 它不光是破壁机 还是可以当一个养生壶的 可以可以 这个等会儿我再细细研究 下一件是啥呢 这个我买了一个电蚊拍 因为最近我们在成都这个南方 蚊虫比较多 尤其我们就住在这个大树下面 每天都被咬包包 然后这边除了蚊子 还有一些小痒 原先我不愿意买 是觉得有点占地方 但是后来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需要一个 然后它这个是可以 平时就这样手拿着 然后拍拍拍 这么扭一下 对就可以放在这儿了 就是不用管了 它就可以吸引温虫 我刚才试验了一下 还真有一个小虫子 自投螺 忘了 这个是一个漏勺 但我现在家里面有一个小漏勺 我也拿出来跟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用的漏勺 其实它就是一个火锅漏勺 比较小 吃火锅的时候用还挺好的 但是平常我煮一些菜 还有什么豌豆 那捞 那一锅捞得捞半天 特别的费时间 所以我就想买一个大一点的 就是过去那种漏勺 不都是那种不锈钢那种大的 我就觉得那个不太喜欢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子 可以 因为我买的菜啊 总是在夏天放不住 我就想买点那个好看的保鲜盒 这个还挺好看的吧 都是比较清爽的 这样的话 我的冰箱就会比较整洁了 然后也可以把各种蔬菜放进来 最后的一个也是吃的东西 这咋拆呢 这个叫烧椒酱 我已经吃了一罐了 所以又买了一罐 这就是我今天的快递拆箱了 今天依然是拍摄日 预期还在毛儿的公司里面 拍摄它的宣传片 那我今天进行了 每日的这个跑步运动 出了一身汗之后 又走了两公里 去找一个地方 买了些蔬菜水果 现在我就要把这些水果 拿回去歇一下 找他们给他们这些 小伙伴们慰问一下 因为买了很多东西 又拎不动 所以我就骑了一个共享单车 现在我们往回走了 成都的夏天 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晚上很凉爽 就是这边人不是很多 我往前方延新夜大道 继续骑行大约370米 现在我已经回来了 我把这些西瓜和哈密瓜 切一下 嗯 可以 这边也先切一下 活动一圈 感觉还是挺消耗能量的 太痛快了 好好好 这么大的钢 这个量不够了 切不到底 这个西瓜皮怎么这么难切 啊 怎么这么难 我切西瓜又切了一身汗 就这么落上来吧 送菜去了 看看我们张导和这些小伙伴们在干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画面是讲电池的基因嘛 那我就要一个穿梭在电心里的世界的这个 哎呀 你这个姿态呀 所以我就要 吃西瓜 一个星空够了 同志们 还有西瓜和哈密瓜 太长的话就喝 吃快吃 这一个镜头 拍了多长时间呀 半个小时 8个小时啊 就这个镜头 那在片子里面 站几秒啊 这边行 这边应该行 我看一下啊 要命的 看一下 哇 这么艰苦的拍摄 就是那么有问题 这后面一点点 都是点心 可以 就是最后的力量 一点点 现在是在拍产品 精益求精 一个小镜头 拍了半个小时 不要站在那边啊 你们都会穿后面 站到这个相机后面 再来一遍啊 煎熬吗 干净的吃到里头 煎熬吗 感觉 不煎熬 享受吗 外的艺术 是吗 还是很享受 干净的吃到里头